自卑加分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生命电视台 自卑加分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神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修大悲心 愿体正空心 愿普度众生 离苦得乐 同臣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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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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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 今天是农历28年下六灾日 十灾日 六灾日是针对解脱的修行 那十灾日就除了包含这六天 还交入四天 它变成一种菩萨界的修行 那佛陀为什么要这样制定 因为虽然我们在家 但是呢也能够得到解脱的功德 所以最好能够在六灾日到寺庙 所包含在界 过着解脱的生活 但是就菩萨道而言 那各位现在虽然在家 他至少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 就是死灾日 也不是为了个人解脱了 而是为了完全奉献给众生 也就是说各位以后 很多宗教都有这个 他们的收入啊 什么要多少奉献给到场啊 那当然这样可以帮助这个宗教的推广发展 那在我们菩萨道就是说 这十天呢各位就一点都不能自私 不要为自己的感情啊 家庭啊 欲望啊 这十天各位要用你的专业能力去帮助众生 你做医生的啦 你做老师的啦 你做生意的啦 以你的能力去帮助所有众生 所以去老人院去顾问院 去弱势的地方 去照顾动物 那就这十天就过着菩提心的生活 所以 但是这个菩提心的生活 为什么死灾日排在六灾日里面 还是要以出离心做根本 所以我想各位 你爱一个人 就像各位爱你的父母 你就是一个想法 父母永远不要再痛苦了 这样就好了 永远不要再痛苦了 就算他生病现在好了 但是我看没多久 他还是要生病了 因为就一直老啊 病啊 一直死亡 所以各位一定要保持这个想法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要让自己种下轮回的因 过去不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所以 也讲 诸而莫作 众善奉行 至尽其义 在行为上一定要断恶 才不会堕落受苦 修缮才会有福报 进一步呢 让内心保持在 无贪嗔痴 解脱轮回的状态 所以 这是个解脱道 那进一步呢 内心里面 保持在 打悲心的状态 所以 像我 我自己很喜欢 随时保持在 打坐的状态 所以就会很注意 任何一个声音音响 该有的声音再大声都没关系 打得下雨 那不该有的声音 一定要去 为什么会有那些声音 因为这些会去干扰 干扰到 所以 当然修行 一定要为 为大家想 是不是 但是各位这个要学 我怎么不知道有人在讲 你一定要分析得很清楚 有一万个人 这一万个人 只有一个人 念头不对 你都要知道 所以 因为 我们要学佛 佛有 一个人 哪一个人在想什么 他都知道 对的念头 不对的念头 他要知道 那这些各位要保持 敏感度 但是首先 当然做到 不要伤害到别人 因为 就像有时候 在大法会 他在讲电话 他没有想到 看到别人 但是他事实上 看到别人 因为那个声音 不该应该有了 声音还是粗浅的 一个人修行禅定的心 是你要 你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别人 都禅定 都在悲心 那哪一个人 没有禅定的心 或是没有悲心 你也要知道 那你要去引导他 因为不然的话 就会让对方又痛苦了 因为站在菩萨道 他就是要保护众生 在断恶修缠 自尽其义的状态 那这个所以你的敏感度 要非常的非常的强 那当然敏感度强 那代表一种禅定 所以如果要练习 多打坐 然后做事很专心 那慢慢的 那你就不会有散乱的时候 所以什么时间 做什么事情 你要很清楚 所以我从小就喜欢 背这句话 念一下 专心就是天才 虽然我那时候没有学过 但是我知道 专心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父亲才跟我说 只要放一本书给你 那本书要读六个钟头 你绝对就坐在那边 六个钟头 读完才离开 所以因为看到这些真理的文字 或是表达道德 方就别 你就要练习专心 当然这里面六个钟头 你不能打瞌睡 所以你也不能不相信 你也不能乱想 那只是你要 练习那个习惯 那只是我们大乘佛教的专心 不再控制自己 这是基本 专心是在 就像妈妈永远照顾 儿女一样的 这种随时关注她 我们佛教叫什么 来 事无量心 保持对众生的慈悲喜舍 所以也叫大悲无量 大慈无量 那必须要保持在这个状态 那为了保持在这个状态 各位要时时刻刻 一个柱子念要说 谢谢 一个玻璃 谢谢 一个灯 谢谢 对有情无情 都要保持如此 当然我刚刚讲了 正确的念头 跟不正确的念头 当然你有正确的念头 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厌恶不正确的念头 因为所谓不正确的念头 我们只是如何引导她 就像妈妈看到小孩子跌倒 她不是骂她 她是赶快把她拉起来 安慰她 但是凡夫呢 你还是聪明的人 还是知道对方是错 但她起来就是称恨心 排她心 干脆把她消灭掉 这个是最恐怖的 因为这种信念 会让你完全没有菩提心 所以有时候针对这个事情 那我们要观修 慈悲忍辱 就是说 你怎么要对你 最好的态度是怎么样 慢慢练习 中间的就是说 这个人你不认识 但是你愿意帮助她 然后你还要再练习 一直练习 这个人强奸你 伤害你 迫害你 但是你还是以对待父母 跟平等的方法对待她 这个叫修行 所以修行不能从外表看 修行是 哪一个人 刚刚讲死亡之前的死亡 你在这辈子努力 下辈子没有称恨心 所以我常讲 释迦牟尼佛那一句话 佛陀以无量节的精进 征服了自我的贪嗔痴 才用慈悲感化了世界 感化了众生 也可以讲 征服了众生 那这一点 你要在内心里面 要一直思维这个道理 所以如果在我的想法 像我们这三四十个人 最好大家都能出家了 但出家还是天天烦恼多的事 我讲的出家是 心里没有贪嗔痴 叫出家 我们讲的是出离心 但出离心不是佛教的目的 那我们要让所有众生 都离苦得乐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令众生离苦得乐 好 那现在要发给各位一本 新的 新的本子 事实上这本是 超经本 这是我们把一些 各位可以回去 可以抄写 那现在要来读里面的一些重点 所以印这样是 一方面可以读送 二方面也可以抄写 然后呢 但是抄写 可以让你 更多的 印象在里面 那当然 再来是各位要为用这一本 就是说 你所读的 多抄写 是要实践 是要实修的 所以佛教分说 教法跟正法 教就是你现在在读了 了解 正就是你的生命 身心和伪一体 叫正 但是 就像我们 谈空性 但是各位不能一直为了空性 一直天天在那边打坐 然后呢 研究 那空性是为了实践 慈悲心 所以 因为你没有圆满的慈悲心 去帮助众生 那就失去了达成的意义 这一名里面收集的一些 重要的论 由 吉田菩萨的 宗格巴大师的 阿迪迦尊者的 就说 这些高知名度的 这些佛菩萨的化身 那当然这个意思就会 引起别人比较注意了 所以 当然就像我们去看电影 这个如果是 知名的影格心 你就愿意看 所以 那这些佛菩萨的 视线的祖师 他把他 一辈子修行的精髓 画成几句话 就像佛陀说了 虽然他的肉体不在了 但是他所留下来的经典 是他的真正的佛陀 你可以从经典里面 去找到文字佛陀 但是你找到佛陀的目的 要把这个文字成为你自己 这个叫观 这个叫十相般若 所以各位 念阿弥陀佛你要变阿弥陀佛 就对了 送地藏经你变成地藏菩萨 千万不要说 我念几遍可以得到什么功德 我念几遍可以去操作 但我自己不做地藏菩萨 那这样念起来就不相应了 所以佛教我很喜欢用三昧 三昧就是 三昧就是密称的意思 什么叫三昧 就是三叶相应 就是身口意 都是地藏经的圆满 所以身口意都是阿弥陀佛的圆满 它叫念佛三昧 所以达成的经典有很多 各种的三昧的经典 什么叫布置三昧 什么叫慈戒三昧 那用这个来比较好比喻 那首先 这第一页有写了 所以 远送此书写 注印经典流通 功德可消灾严送 得印子孙 见闻乃至无缘众生 永远安乐 富足 那这样写是 引起我们信心 你现在在宋寺书写 你自己小才眼熟 家庭啊 子孙啊 但是进一步发心 眼看到了 听到了 还是所有众生 都得到利益 所以现世者 修行佛法有两个啊 第一个要让他现在快乐 第二个为他来世快乐 第三个希望他永远快乐 但是你不能为了让他永远而忘了现在的快乐 所以你要现在的快乐 你要满足他 送他礼物啊 讲好话给他听啊 送他漂亮的 给他好吃的啊 就像我们各位早上 我们早晴 给他甘露丝丝 那因为这边没那么方便 让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食物啊 很好吃的啊 所以让他快乐 所以而且愿意进来 然后呢我们为他们再进一步引导他们 所以也愿他们永远安乐富足 生生世世 得子三宝 树贞菩提 所以最后往生进度 所以就 各位要把 虽然这个是很白话 但是你要天天念 而且从你的内心这样子 这样这样就祈愿 祈愿 好吧 修行就是让自己独的心没有了 只有悲心愿力 你打我骂我伤害我 我都不想报复你 我都不想排斥你 这叫修行 首先要把负面的消除掉 所以要进一步的能够帮助 冤亲平等 你伤害我 对我好 认不认识我 我都要让你快乐 让你解脱 所以要不断的祈愿 那抄金钱 那是读金钱 洗净双手 端身振作 收摄身口意 所以各位说我的八观在接 至少你在修行的那个时候 要保持身口意 清静的状态 那我一开始 齐请佛菩萨的加持 而念这个开经记 我们念一下 来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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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甚为妙法 百千万劫兰朝欲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一心顶礼 极天菩萨 好 放过来 那各位你永远要相信 诸佛菩萨 你刚刚念的本是释迦牟尼佛 佛一定降临 儿女叫妈妈 妈妈没有不应的 不然她就不叫妈妈 所以这些佛菩萨都是慈悲的化身 那所以念一下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所以佛是法身 偏一些处的 就像空气无所不在的 卫星频道无所不在的 你只要按下按钮 它就给你相应了 那修行要修到有这个信心 乃至感应 有这个感应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在你头顶放光 所以你阿弥陀佛放光去四十八大愿 去帮助别人 四十八愿 度众生 九品 玄令 登彼 当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在你头顶 那如果你愿意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是一种 承担诸佛菩萨的责任 所以你就变成阿弥陀佛 所以要去大慈大悲 所以然后呢 以四十八种这种功德 九品就是什么样的众生 都可以度纳了 都可以让他脱离痛苦的轮回 往生清净的国土 将来也成佛 要这样去观修 那我们要念一下 几天菩萨为我们留下来的 入菩萨行论 入就是进入菩萨的队伍了 进入菩萨道了 而且在实践菩萨的行为 这个论就是不离开经典戒律 的一个精髓 所以提供我们 所以我们最主要是 先要了解菩提心 因为再来我们就要受菩萨戒了 但是各位菩萨戒你可以受一遍都没关系 最好天天受菩萨戒 所以每天都要念诸佛妙法先生 直至菩提我归义 以我布施等功德威力众生 一直让自己 就是升起这个菩提心 按住在菩萨戒去 去修行 当然菩萨戒是以悲心做基本 按照《妙法灵华经》 释迦牟尼佛出世 是为了让众生也能够显发佛心 开示误入众生的佛性 因为佛成佛众生都可成佛 所以一切众生皆具如来自会得相 所以大乘佛教的所有的目的 叫我们发起真实的菩提心 那怎么样去圆满真实的菩提心 然后呢 那你要如何去修行 所以我们先念一下 一开始这六行话我就不解释 我们解释的简单的 就是第一品的部分 入菩萨行论 论序 法生善事佛子办 集诸应尽我犀利 今当依教略宣说 佛子律宜去行方 此论未宣习所无 诗运无异不善巧 事故未敢严厉他 未修自心转此论 寻此修习善法故 无信义得占增长 善缘等我诸学人 若得见此荣获益 第一品 菩提心利益 狭满人生极难得 既得能伴人生利 倘若今生利未伴 后世整得此圆满 好 那各位要开始文思修啦 一开始读到这一句话 那你要把它记得紧一点 所以多记几遍 好好的去了解 了解 了解就像我现在在讲解 不见得我完全了解 那对我自己也有帮助 也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跟印象 因为一部地藏经也不是你这辈子读过的 你在百千万千都读了多少次的地藏经跟修行 所以每个人看到一部经典的感应都不一样 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地藏经 我那时候很高兴 高兴到跪在那边哭啊 顶礼这个地藏经 因为我认为从小到大读了这么多书啊 那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真正的跟新都相应的文字 以前学校读书是强迫要背要背 为了要考试 所以那是读 我们在台湾那个四书五经大家都很熟了 所以要学一点点道德 那就是这样 台湾的每个学校门口放了就是孔子 这样而已 所以大家每个人进去都这样一样 但是当然老师很重要 那我们那时候有个国文老师 他真的是按照孔子的这种礼仪来过生活 所以我们就学到很多 那有些老师教我们是考试考试 考不好还被骂 被孔子骂 被老师骂 因为老师不是孔子 怎么教我们学孔子 所以意思是说 当然我们佛教徒 我们一定要有佛教徒的态度 威仪 那我们才能够引起别人 愿意来学佛 这个很重要 所以菩提心的利益 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 站在 你要入菩萨道 那你首先你一定要发菩提心 所以吉天菩萨跟我们说 瑕满人生 像各位我们现在就是瑕满人生 所以有几位天悟佛法 而且有这个因缘等等 所以你要详细 你要去看八五辖十圆满 这些至少脱离三土八难 而且各种圆满 自圆满 他圆满五种 这我就不解释了 而且各位特别是在德国 这边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还能够聚集在这边 能够去修学佛法 那是瑕满中的瑕满 所以能够得人生 身在有佛法的地方 又能够修行 这太难了 太难了 就像释迦牟尼佛说的 一只百千万年长寿的海龟 一百年浮出来一次 才有一次刚好那个木头的孔 他头可以穿过去 做人就这么难 而且做人还能够来修行 更难 所以叫瑕满人生极难得 既能能办人生利 那既然我们能够得到 这个做人的利益 乃至又能够听我佛法 倘若今生利未办 那不是白费 所以各位不要白来一趟 如果这一辈子 没办法得到 做人的生命的 基本的意义目的 下辈子不见得有这个机会 这是很多人都认为 反正我现在 做人下辈子还是做人 不是如何如何 这个很难的 很难的 所以而且时间就不断地过去 一下就无常 第二段 念一下 由于乌云暗夜中 刹那闪电极明亮 如是因佛威得利 世人占蒙修福意 以事善行横为弱 罪恶力大极难堪 舍止圆满菩提心 何有余善能胜彼 所以菩提心呢 念一下 自归于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这个世界没有比菩提心更圆满的 无上 所以佛陀是无上事 那也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不分在家出家 到处去宣说 发菩提心的重要 这个菩提心虽然是最高端 就对了 所以各位你要一直 你要把整个 昨天我讲了 中间是空性 这个围绕的方位就是六婆罗蜜 就是佛陀的那个法轮 所以念一下 不要担心 只有悲心 养成习惯 很多人是悲心少一点 担心多一点 然后就一直很烦 怎么办 然后没有怎么办 赶快慈悲 赶快去做该做的事情 然后呢 再来就随缘接受 再来就不可思议 那你要永远对自己如此 所以各位你要观修 会不会怕得癌症 没问题 得癌症是小case 我可以转化它 所以来自你有一颗超越的心 无所谓 得癌症是消重业 愿我能够承担众生的癌症 越痛越好 我就越发喜 因为我在承担对方的痛 所以很多打坐的人 他就可以把你的胃痛吸过来 这个各位 这个到处都有 只要你有一个悲心的身体 你愿意你发这个愿 那就可以 它就会让你有所感受 甚至你还可以去转化它 所以在这一些 学佛不是说要改变世界变得好 是你的心能够承受一起 这是学佛最重要的 所以各位现在 无论如何你要想 现在这个生命 哪一点让你担心的 让你放不下的 那就是你修行的课题 你不能逃避它 你也不能说 那我就一直一直像宗教交换一样 贸易一样去做这个 希望不要发生那一个 那这个不是佛法 这种是一种主宰的观念 叫执着或执法执 所以修学佛法 这让我们接受一切 虽然有一些人跟我说 师父我想出家 但出不了家 那更好修行 出家只是一种外表的逃避 事实上你能不能够面对这个变化 所以佛陀教我们要修 无常想不静观 你要接受它的变化 所以现在你跟你的爱人在一起 搞不好明天就不在一起 搞不好一个变化就不见了 但是至少了解无常 所以爱惜当下 那当下干嘛 不是跟他谈恋爱 一直利用这个当下时间 把你的修行佛法牧养给他 种下善根在他身上 他可能不是佛教徒 甚至他是其他宗教 但是他身上有你的功德 这个就是你该做的 接受他的信仰 但是你永远爱他 关心他 那这个爱不是执着 所以这个爱是 你以对父母的爱 就爱所有的生命 那各位要保持这个心态 还是念一下 一点都不执着 却充满了爱 就是这样吧 你就 你永远要背几句话 像我永远背几句话 当一辈子用 洪毅大师这两句话也很好 了事如患 爱心永存 所以这个事情变好变不好 生病 生好病死 不管怎么变 这个都是如患如化的 那这个如患如化因为它有它的因果业报 对不对 你也不能改变整个世界的工业 但是这个业它都是还在变化的状态 但是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帮助对方 爱心永存 悲心永存 悲心无尽 是这样而已 今天你家突然来了一只眼镜蛇 毒蛇 阿弥陀佛 这样 赶快找几颗鸡蛋给它 看它要不要吃 然后一直回向给它 一直给它说法 你就不要攻击它就好了 然后你给它说法完 你给它回向完 它看你一眼 啵啵啵 它就走了 因缘 因为它可能要来摇死你 但是因为你心态变了 它也会变 但是你还它债了 因为你把功德都给它 就像王马子十六道的故事 各位有没有听过 没有要背下来 所以有一位居士 他天天拜观音菩萨 拜得很虔诚 还非常有钱 后来强盗来了 家家户户都砍都杀 知道来以后 全部人都想跑了 但是这个王马子 他知道 哇 强盗来了怎么办 那当天晚上 因为他很虔诚 拜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给他托梦 说啊 施主啊 这个王马子 这个强盗头啊 过去你砍他十六道 抢了他无量的财产 所以呢 那你应该偿还他业报吧 那他这个 这个有些人一听 哎呀是啊 哎呀我学佛那么久 也不需要逃避吧 观音菩萨既然告诉我 怎么办呢 所以那我就按照观音菩萨 方法去做 所以他就把全家人都请走 你们先离开 全部都离开 因为家里不要受伤 然后就要准备了一大桌满汉前席啊 所有的黄金办在那边啊 坐在家里等 等冤情再出来 因为观音菩萨叫他不要怕吧 就这样对他做就好了 结果这位强盗首领一来 哇 这么多钱 他都很客气 这个施主 哎呀 王先生啊 请坐 想到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姓王 没人知道我姓王呢 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号呢 脸麻麻 所以人家叫他王麻子啊 你怎么知道呢 那这个 施主你坐 你坐 你坐 我跟你说 我天天拜观音菩萨 菩萨跟我说的 说我过去欠你一条命啊 砍你十六道 欠你这些黄金珠宝啊 所以呢 我都准备好了 要还 还给你 所以各位 强盗是最喜欢拜神拜佛的 他也拜观音菩萨 真的吗 他心里 心里都觉得很雅意 所以 这位施主说 因为我过去 抢你的钱 砍你十六道 所以我应该还给你 所以麻烦你 这些 砍我十六道以后 你尽量不要伤害别人 我今天准备这么好给你 结果强盗一听 哎呦 感动啊 不行不行不行 观音菩萨说了 那我不能砍你 但是王麻子说 那个施主 不行不行 你不砍我 我还是欠你十六道啊 所以这位强盗就 好好好 那我砍你 他用刀背 在他背上 磨十六尺 一毛钱都不带就要走了 各位 这就是观音菩萨的方法 那不是改变了吗 两个来成为好朋友 那我这一位 王麻子永远不做强盗 观音菩萨这么感应 他也得到了加持 这个就是一个念头改 命运就改了 所以有时候算命 你会觉得说 你会有车祸 你会有癌症 那你这边担心 还真癌症的 还提早来 你要了解这个 那我有这个意 那我赶快忏悔啊 也升起对所有 有病苦的人的悲心啊 那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为什么学佛以后 不用算命 就这个意思了 算命是一个参巧方便 因为你不会修行 只好跟你讲这个 看你会不会有个警惕心 就像我请近年班 各位打算 哎呦 你身上有多胎哦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因为我们不懂得 怎么样去利益 这些冤情赞助 谁要写个牌位 回向 你赶快走啊 对 或是你的德行不够 发心不够 修行不够 你当初就是因为贪嗔痴 伤了他 你现在还在贪嗔痴 他不会原谅你的 那至少这几天 各位不起贪嗔痴 然后又做功德 这个时候感动他了 这样 所以如果身上的冤情赞助 或者父母主 也没超度 那这是提醒你 你应该在 努力在你的心上 怎么样去修行 不然你说要度众生 自己的 这些胎儿都度不了 你要度别人 永远也没办法 而且美其民说我在帮助众生 你的严肌还是更生气 对不对 就像你把你妈妈 把你儿子丢在家里 外面去做慈善家 他们都永远没饭吃 你看他们两个会不会气死 因为气死 他就是一直提醒你 我没吃饱啊 我还在痛苦啊 所以这一点 我想这是一个善巧方便 不需要都可以了 但是最主要是 你要懂得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好 所以 由于乌云暗夜中 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们没有听闻佛法 或者菩萨的加持 我们就永远这样子 生生世世杀来杀去 伤害来伤害去 就像王马子一样 由于乌云暗夜在轮回 终于我们今天有机会 所以听闻佛法 所以 刹那闪电及明亮 但是这个佛法只有一刹那的 我听说很多人 说师父 我要出家 结果出家的因缘 不是你要出家 他就会成 在这365天里面 只有那几天的因缘 你可以出家的 好 因为这个佛法就是这样 那几天有你素氏的因缘 跟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在那个因缘 你再碰到某人 某事在什么情况 那个时候 如果你坚定 那就过了 如果你没有 这个因缘就合起来 又没有 就像结婚一样 因缘到了 桃花开 然后呢 桃花灭 你不用结婚了 那就过了这个因缘 这佛教还讲因缘的 什么时间 什么事情 什么状况 那你要掌握这个因缘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因缘 特别在这一辈子 能够听闻佛法 而且接受到菩提心的教法 大乘的教法 是差那闪电 极明亮 为什么 如是因佛威得利 因为佛菩萨的加持 把我们这群人都调到德国来 因为搞不好 我们以前在德国发菩提心 在这边创造了一个好因缘 所以又有我们仁波切的 大金寺的四百多位僧众 为我们天天在修行 这几天我们天天三餐都供灾 他们知道德国有一群人在供灾 供生 他们这几天修法 有一个对境 很好 在他们的家 台湾有很多菩萨 我师父也在那边短期书讲 每天写拍位 每天帮我们做功德 点灯放声 每天都在做 每天我的讯息上面都有 我都非常感恩 所以当然大家就会想 祝师父 长久祝师不要死 因为他们知道 我生日快到了 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我是不喜欢做生日的人 因为我觉得这没什么大的意义 我只是这个意义 我天天为我妈妈 爸爸雷师父母一直在做而已 父幽母男日 但是因为我这样 他们都放一只蚁 尽量放 尽量放 所以因为不是去浪费做什么 而是都是去做好事 所以我们佛教徒过生日没有浪费 放生 点灯 诵经 不是去卡拉OK 去杀生吃肉 所以这样庆祝没关系 但是如果是做不好了 就浪费了 就不需要 所以因为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世人藏蒙修福意 所以世间的人 申请 我也要去利益众生 做什么善事 但是以事善行恒为弱 罪恶力达极难堪 虽然我们得到加持 刹那之间想要出家 想要利益众生 但是一下子恶因缘又来了 就像各位现在很精进坐在这边 很不错 晚上下课给你一部手机 就像给小朋友 他马上 阿弥陀佛再见 然后马上就开始又乱了 因为这个世界是魔的世界 所以无灼恶死 不容易的 因为现在所谓末法 就是负面的力量超过于正面 我们的善行就像那个 大风雨下面一盏小灯 一下就熄掉 所以以事善行恒为弱 因为负面的力量 业怕 冤青在住 罪恶力达极难堪 所以我们每次要去 收出家戒 那天我讲了 真的是很多状况 很多状况 状况多得不得了 所以自己看了都会怕 战战兢兢的 所以舍此圆满菩提心 何有余善能胜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 环境恶力的状况 那我们就要发起一个 永恒不退转的菩提心 来撑住 那其他世间的善法 也不是不圆满 用菩提心去做一切 不然呢 一下就又生又灭 但是菩提心 为什么 后面会解释 为什么菩提心跟善行不一样 善行 你做了很大的善行 它会有善的福报 但是善福报 完了就没有 那菩提心不一样 你用菩提心去点一盏灯 这个功德 一直到你成佛 敬未来基督还在 而且不断的增上 不断的增上 两倍 四倍 八倍 不断的增上 所以我们现在的菩提心 大不大 玛利亚就是我们的菩提心 快快 这样 所以要让你的菩提心 变成一个很大的力量 你只要用菩提心 去做的善行 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 没有世间所有的善行 百千亿美金的布施 还不如念菩提心的伟大 就这个意思 好 再来 念一下 佛于多结深思维 见此决心最饶益 无量众生依于职 顺利能获最胜乐 所以释迦牟尼佛 百千万劫的修行思维 就像阿弥陀佛 入定无结 对不对 他才思维利益众生的方法 所以才了解了 这个菩提心 是最利益众生 能够自利利他的 所以无量无边的众生 如果能够 按照这样的菩提心 去发行修行 顺利能获最殊胜的快乐 所以世间的快乐 是苦的变化的 菩提心的快乐 是一种殊胜的 所以佛陀说 这个地球上 只要有一个众生 蒸发菩提心 整个地球就改变 整个地球就改变 所以释迦牟尼佛 要入涅槃之前 留下十六阿罗汉 跟这十六阿罗汉说 你们要分十六个 布州 地球不过是 里面其中一个小部分而已 就可以守护 那些南占布州 北聚如州 可以 因为阿罗汉持戒的功德 就可以守护这个世界 那何况发菩提心呢 所以能够发起一个菩提心 所以我师父叫我 我在家想要出家 我知道我师父说 我出家很困难 我师父说 只有一件事情 可以让你出家 什么事情 受菩萨戒 所以我师父为我讲 优婆舍戒经 他说 这部优婆舍戒经 师父一个礼拜讲一次 你要来听 其他有没有人来听 没关系 师父为你讲也可以 因为 因为 要守护菩提心 所有障碍 因为我师父也是老实人 他也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让我出家 他连碰到我太太 都一点都没办法 他比我还怕老婆 怕女人 我师父说 他对女人 一点办法都没有 晚上都穿着海青 睡觉 怕被强奸了 我做我师父的侍者 他说 我师父真可怜 那些女众 就跑到我师父房间 甚至把衣服 丢在我师父的洗衣机 不能睡 跟你衣服一起洗也好 然后用尽各种方法 就给他敲门 给他那 我师父 他每天都穿着海青 睡觉 他说这个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 但是他也没办法 然后打电话给他 我还会挂人家电话 我师父一接电话 他就永远不能放了 他怕对方来骂他 因为我师父很柔软 他的手是都算棉手 像骨头身上都没骨头 因为他是修柔软性的 所以我要出家 我师父说 我心脏不好我走了 因为他不刚刚好地痛 因为我太太是我师父的大功德主 但是这个是我师父的柔软 柔软 他永远狠的事情他不做 狠的话他讲不出来 所以他永远被欺负 但是我在旁边看 对我就哇 所以我就有一点 我心态有一点 也不是很好 也是好 也是不好 因为我看到我师父被欺负 哇这么可怕 不过我师父给我交代 睡觉锁房间门就对了 我想说我个男人锁房间 我又不是女人 我另外一个师兄弟就不听 还真的被强暴了 他在我们北部没问题 师父叫他去南部 我哪有这个锁房间 结果突然有一天晚上 有一个女人脱光衣服 砰 扑上他 他吓坏了 把他赶出去 大家还以为毒舌进了房间 什么事 这样 他隔天就找我们几个臭居然 拜托拜托 四个臭居然坐在那边 干嘛 我向你们参为 女人碰到我身体了 当然没发生事情了 这是我想说 有师父这样还针对了 锁房间门 还养一只狗在门口 所以我想 这个有时候是没办法 自己想象的事情 你一毛钱放在房间 会被偷走 在家没人偷你钱 出家 奇怪 有些人小偷很喜欢偷这个寺庙的钱 他说这个比较好用 他不知道这个因果很大 所以这些你都要防护好 当然这只是外在的因缘 内在的是自己的心 不能要很小心 所以 再来第三 所以一开始几天菩萨先给我们讲这个菩提心的利益 然后让我们生起一个信愿 那我要信愿追求菩提 然后你就要老实修行 一步一步来了 所以各位想要消除欲有色有 无色有就叫三界叫三有 白斑着各种的痛苦 这对自己而言 乃至为了消除所有如母有情 在菩提心的人 各位永远要记住 来 众生皆是父母 这一点你一定要背在心里 你一点都不能忘 你不能说这个人我喜欢 那个人我讨厌 那你有这个分别性就灭谈了 这个妈妈我喜欢 那个妈妈我好讨厌 不能有那个想法 所以有情都是我们存在的 在缘起信空里面 没有有情我们不能单独存在 所以有情跟无情世界 是我们生命能够存在的一切祝愿 就像爸爸妈妈生我们养有 养我们一样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普度众生 成熟有情 让所有有情皆苦 情就是讲的就是分别心 执着 所以妈妈是对我们最执着 妈妈苦不苦 苦得不得了 因为妈妈执着 所以就像赞将法师 他要出家的时候 他妈妈就来找我了 然后就要我作证 我们三个坐在那边 然后赞将就说 妈妈我一定要出家 他妈妈就问我说 是吗 我说对啊 他决定 他妈妈就一直打 他妈妈打不是打 是他很痛苦 我说我这么爱你你怎么样离开我 我就一直哭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赞将逼我还很 我没那么狠 我挺看到女人哭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那是我的觉得说 做妈妈真的是很痛很痛 当然那个时候我只能跟她保证 不会她会很快乐 我会很善待她 如何如何如何这样子 后来她妈妈就经常请我去她家吃饭 对不对 巴结我 去了解 对我好一点 我对她儿子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母亲 母亲永远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生在我妈妈的家 我在有一点特别 因为我妈妈不会来寺庙看我 我爸爸也不会 我家有这个特点 用心爱 没有用心动 这是出家人他要去投胎的时候 都会找这种家庭 如果爸爸妈妈在你面前哭啊闹啊 我没有沾江这么狠 对不对 我一定不行了 所以我爸爸妈妈 我知道她对我狠狠的 但是她不会表现出来 就像我去当兵 我要去外岛当兵 很多爸爸妈妈都到火车站来送啊 几乎都来了 结果我爸妈没来 人家要问我说 你爸妈在那边 我去那边在这边 我不好意思说 因为我家没有来 就一堆女朋友来而已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通通放下 不知道对哪一个 但是这个这种 我觉得对我很好的帮助 因为当兵派你去外岛 哇那种是爱别离苦耶 就像抓监狱去关一样 不能联络 没有电话 不能回来 这也是个很好的修行 所以各位我想 每一个苦会让你去思维 好 所以想要消灭 轮回的痛苦 想要帮助所有 如母有情 种种的不安痛苦 想要得到世间 乃至出世间 各种的利益安乐 百种快乐 乃至给众生 恒常莫舍菩提心 这个恒常莫舍菩提心 就是三昧耶解 也是菩萨解的基本 不能够离开 所以各位呼吸 都要想说 我是为了菩提心而存在 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 为了圆满大悲菩提心 所以要安住空性 所以要不舍因果 所以念一下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秤 劝进行者 所以阿弥陀佛也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最好的方法 发的菩提心 你要断恶修善 每天都要做 深信因果的去做 而且为了守护菩提心 各位一定要读诵大秤经典 从地藏经 八大人厥经 黄焰经 法华经 什么样的大秤经典 各位 如果你这辈子 真的很想出家 还不能出家 你把大秤经 请一套在家里 每天就读 每天就读 你能够永远读 都不腻不退转 你保证出家 而且保证圆满 我就是这样 我师父说 你去受菩提心回来 一直读大秤经典 你一定可以出家 但是我师父也没有说 他可以度我出家 因为我师父 我刚刚讲 怕我太太 所以他只是祝福我出家 但是他知道 他没办法 亲口答应这个事情 但是我按照我师父 我们每天都是看经典 不但看 把经典的重点 抄下来 抄下来 做笔记 那时候我在公司上班了 每天公司以前 那个白板的业绩板很大 我晚上都叫他们查掉 为什么 我会提早五六点 就到公司来 把今天看的经典 都抄满黑板 我说这个就是业绩 你们好好看这个 公司有没有钱赚 都没关系吧 就让大家去听佛法 中午我都叫那个附近 最好的素食来请他们吃饭 对他们保温 以后我每天看经典 到公司去 是去把这个抄好 我就到我们会日讲堂 我师父离我公司才十五分钟 我就去那边 又继续看书 找课 玩课 希望自己能够圆满菩提心 所以我师父告诉我 菩提心是最重要的 再来 生死欲戏苦有情 若生真实菩提心 即刻得名诸佛子 世间人天应礼尽 如果有人 称赞你 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 你快不快乐 名义太高了 对不对 你是欧弥陀佛的儿子 哇 这太好 这叫法王子 这也叫心子 各位要做 菩提心的儿子 佛心的儿子 所以你一发菩提心 那你马上得名 你是诸佛的传承 诸佛的儿子 像各位我们现在是佛弟子 对不对 佛的弟子 学佛 但是如果你发菩提心 你保证成佛 所以 森林里面 这么多种动物 虽然狮子 小狮子一生下来 大家都会怕他 因为他以后一定做狮王 做狮王的儿子 那保证将来就是 动物之王 所以你一真实发菩提心 就是如此 所以生死玉戏苦有情 不管我们这些 所以我们各位 为什么汉传佛教永远 永远这样回想 若有见蚊子 西发菩提心 请问地狱的友情 二轨道的友情 堕胎胎儿 被我们影响而发起菩提心 他会不会马上超度 马上就往生净土 而且上瓶往生 发菩提心 你从地狱就上瓶往生 所以送给各位的这个咒语 里面有个大水球咒 这个大水球咒 可以让这些死亡众生 发起无上菩提心 所以各位这个咒语要背来 在各位的上面 如果另外一条黄色 明天送给各位 有刻中文的在上面 还有英文的你比较好念 因为佛菩萨的愿力 如果一个无间地狱的友情 碰到这个咒的声音 或是这个咒的水 所以你洗澡有时候不用拿下来 或是石头风吹到这个咒 吹到那个骨头 无间地狱的友情 整个无间地狱当下的友情 通通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大水求咒的意思 所以哪怕是这些无间地狱 在三界里面 都是生死轮回的地狱 把我们抓得紧紧的 但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友情 所以各位感情是快乐还痛苦 你要一直告诉你 天天要念自己 不然你下辈子还是想要 好浪漫 好快乐 所以 甚至那些老阿公老阿嬷 有了孙子以后什么都不要了 牵着孙子的手 变青春人 很快乐 我看到很多阿公阿嬷在学校门口等他 等他孙子 他一辈子就为这个孙子了 然后这个阿公阿嬷死了 就为了投胎做孙子的儿女 就是这样 或是他太太或是他先生 那就是这样不断地来轮回 所以各位这个你要想清楚 感情是痛苦的 这一点我这辈子体悟最大 也是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 我什么都不怕死 什么要强打我 骂我 我都揣摩过我 慢慢被切肉 很痛啊 很痛啊 那这个痛也是一种心理感受而已 这个痛的时候还可以这样 但是情感情这种东西会卡到对方 不是我怕痛 而是对方会很痛 对方会痛到像我要出家 老实说 我的太太啊 真的快发疯了 自杀一样 我看在心里 我就很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的儿子为了让我出家 他也很痛苦 但是他一直坚强 被他妈妈打骂 他都可以忍 就讲来讲去 哇原来就是情的问题 我那个丈母娘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段时间像 犹豫症一样 我妈妈那段时间都不讲话 这样啊 我爸爸只说 这个人头脑我有问题 这样 所以为了 这个都是因为感情的因素 所以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去想这个问题 你一定要把感情 转为一种不执着的爱 那可以 所以生死系的 就是因为友情 友情你就会生死轮回 那这个时候 你把感情 发展为一种责任力 不执着的菩提心 那各位后来讲回来 如果你还是爱恋那个情 喜欢那个父子情 夫妻情 这些情 那你要发现真实的菩提心 就有困难 就有一点困难 所以念一下 佛法无情 道人无情 听起来很可怕 听起来很可怕的 佛法无情 所以我最后一次 跟我太太讲电话 她这边哭啊 哭啊 你不能出家 我讲了一句最狠的话 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说 我从今天开始 跟你没关系了 各位你要讲得出来 我知道讲这种话很狠 但是没办法 不然她没有办法 因为她会更痛苦 所以既然我决心要出家了 我就要放得下 当然我对我父母 不会讲重 因为父母永远 所以佛陀说 什么都可以放下 但父母不能放下 只是不能执着 要永远孝顺 因为我们大乘佛教的出家 是来自于对父母的报恩 了解现世父母 再了解 无量母亲的众生 都是我们的父母 只是不能用执着了 去对待父母 虽然我出家了 我家四个兄弟 对我